接下來我們來介紹14-2 這個集中趨勢的統計量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重點1 第一個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重點 表達資料集中趨勢的統計量 主要是決定資料的中心點 或者是說 這個持足資料是最具代表性的這個數 常用來表達這個集中 情形趨勢的統計量 有這個算數平均數 加全平均數 中位數 跟這個重數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算數平均數 比如說我們看到第一種狀況是沒有分組的 假設有N個數值 它的算數平均數就是把這N個加起來除以N 這種算數平均數容易受極端值的影響 那再來如果它是已分組的時候 我們用這個各組 各組的組中點乘上該組的這個次數總和 然後再除以這個總次數 就是這個 它的這個已分組的算數平均數 好 再來呢我們看一下這個是加全平均數 那我們用這個W來表示 好 那前面呢 我們用這個X bar來表示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說假設有N個數值 X1X2到Xn 那它的全數 就是這個W1W2Wn 好 那加減平均數呢 就是 它乘以它加上它乘以它 加加加加加上它乘以它 好 那再除以呢 這一個啊 底下這些全數的這個總和 好 那其實這個就是我們 啊 這個平常啊 在學校計算成績的一個方式 好 按比例 好 那個比例就是它的全數 好 那全數呢 是用來代表 各項數值資料重要性的不同 好 比如說你有可能是這個 10頁考 好 10% 好 好 那這個 三次呢 這個第一次斷考 第二次斷考 那最後一次斷考 好 好 那再加一個平時成績 好 二四六 九十 那有可能這個就是啊 你這個學期的這個 數學成績的算法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中位數 中位數我們用m1來表示 那中位數呢 它就不受兩邊的極端值影響 那比如說有n個數值 我們有小到大把它排列 好 那如果n是奇數的時候 好 那中位數就是排正中間的那個數 好 比如說 你現在是12345 好 那這個就是中位數 好 那如果n呢 是這個123456 好 那你的中位數呢 就是正中間這兩位數的這個兩數的平均 好 好 那最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重數用m1 好 那他說呢 一群數值中出現次數最多的數值呢 稱為重數 那重數呢 可能有一個 那可能也有很多的也可能都沒有 就是所有的數值都 出現次數都相同的時候呢 那他就可能沒有這個重數 好 那以上呢 是重點1的講解 接下來呢 我們介紹這個重點1的這個數學數學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第一個小重點的第一小題 他說呢 數值123的算數平均數為x bar 所以就把這三個數呢 加起來 好 有三個數除以3 所以這三個數的算數平均數就是2 好 這個是沒有分組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底下這一題 好 他是有這個分組的 好 有分組的 好 所以呢 我們先把各組的組重點找出來 好 那現在呢 6到8 這一組人數有5個人 所以是7乘以5 好 7乘以5 加上 那這個地方 這一組呢 是9乘以5 這一組呢 是11乘以10 好 加起來之後呢 我們把它除以這個總人數 好 所以呢 每人每週練習的這個時間的平均數x bar 那就是9.5小時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最常看到有全數的這個 成績的一個計算 好 那這個是呢 假升呢 斷考成績以及每週上課的這個時數表 好 那這個時數呢 就是它的這個全數 好 所以呢 我們把82乘以4 加上70乘以4 再加上72乘以3 再加上80乘以3 好 再除以它的全數的加總 然後呢 最後我們可以得到它的平均成績呢 W呢 就等於這個76分 好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中位數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這個資料第一小題 資料有小到大排列 那它有幾數格 所以中間 最中間這個 中位數M1 就等於65 好 那這個也是有小到大排列 但是它有偶數格 所以正中間這兩數的平均數呢 才是它的中位數M1 77.5 好 那第四小題的話 我們就要來找這一組資料的重數 好 那很顯然的 這個5呢 是最多的 因為1只有兩個 7只有兩個 5有三個 所以它的重數MO呢 就等於5 好 以上呢 是這個數學數學的講解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老師講解E 他說這個是一個 某森呢 其中段考5科的成績 好 還有他每週啊 上課的這個時數 好 那他要我們求這個5個科目的平均 好 那5個科目的平均呢 我們就把它加起來 這5個科目把它加起來除以5 好 因為有5個數值 所以它的這個X bar呢 它5個科目的平均成績是75分 好 好 那接下來第二小題 就是我們最常見 他說以每週上課 時數為全數 求其平均成績 好 所以呢我們就把這個呢 成績 成上這個全數都把它加起來 個別乘起來加起來 好 就是上面這裡 好 那總共呢就是 它的全數是4加4加4 好 好 然後再加6再加20 20 所以除以20 好 那這樣子我們可以得到呢 它的這個 好 以每週上課時數為全數的 好 就是它的比重 好 平均成績呢 平均成績呢 是74分 好 以上呢是這一題的講解 接著呢 我們來看老師講解2 他說這個網目老師呢 那計算班上呢 40位同學的數學平均成績的時候 重複了一個成績60分 那得到了41筆的平均成績為80 好 那則該班40位學生的平均成績為幾分 好 那我們按照啊 這個提議呢 總共呢 本來40個學生 然後重複了一個成績60分 那得到41筆除以41的平均成績是80分 按照這樣把它列出來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41呢 好 乘過來 再減掉60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找到 這40個同學 總共的成績的核是這樣子 那我們要算它的平均 所以呢我們就把3220呢 除以這一個40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的是80.5分 好 所以呢 該班呢 市值為學生的平均成績呢 就是80.5分 好 以上的是這題的講解 接下來我們來看老師講解3 好 他說呢要我們求下列資料的這個中位數 好 那首先呢我們必須要 要把這個資料呢 由小到大把它做排列 好 首先我們來看第一小題的資料 把它重新排列 好 重新排列 好 那 我們要找的中位數呢 因為你看呢 1 2 3 4 5 6 7 好 所以有幾數個 那中位數就是正中間這個就是9 好 所以呢中位數呢就是9 好 接著呢我們來看第二小題 我們一樣要把資料由小到大排列 好 那我們發現呢 因為它是2 4 6 8 有8個 好 所以中位數呢就是正中間這兩個數的平均數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得到呢 好 是等於這個8.5 好 以上呢是這一題的講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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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